接下來的話,我們就要來做一件事 如果假設你這個資料是要給老闆或給User端 剛好要這個資料 那對方可能會希望說 你這個檔案不要給我一個很複雜的格式 你總不要給我一個什麼資料庫 我要打不開 或者給我一個什麼Jetson 不行,User也不會開 所以最好的話是給他一個什麼 給他一個...他比較容易開 最好打開就Excel 而且是Excel的一個表格 對,他這樣就很輕鬆 可是問題要怎麼樣可以輕鬆的 讓他變成一個Excel裡面可以開啟的一個檔案格式 那當然我是覺得有幾種解法 你說老師,那我最簡單的解法是什麼 其實我跟各位啊 最簡單就是純CSV比較好了 純CSV嘛 上個禮拜有講嘛 這個CSV的格式 他預設就是會用Excel直接就開啟了 所以如果以這一題來看 我希望請各位把這個資料 存成一個CSV的檔案的話 該如何做 還記得吧,上禮拜就也把它存CSV 但問題,存檔的話 首先啦,你說存檔 存檔很重要 一定要記得那三行 那三行就是先把它打出來 比如我想要存一個F 等於Open 比如我存檔的話,一定先開一個檔 開什麼檔呢? 幫我存一個NEMBER 點CSV吧 還有NEMBER 點CSV 然後後面的話,豆點 豆點不是R哦 記得哦,差別在這邊 豆點就是改成W 好,那寫的話呢 跟讀不一樣哦 讀的話是read 那寫的話是F點什麼?點Right 那麼Right 然後Right什麼呢? 一定是Right一個S 但目前這個S不存在 所以待會我們只要把那個S產生之後 就可以寫出去了 OK,然後最後的話就是F點Close 好,這樣哦 所以一樣啦,這個應該有印象吧 目前呢,反正以後你要存檔就這三行啦 你就把它當成固定的一個範本 好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產生這個S了 那S的話,變成要把你的資料串在一起 我前面講過 CSV的格式一定是一行結束換行之後有沒有 然後中間只要加豆點 它本身就豆點 所以豆點問題不用解決 換行它本來也是換行,那也不用解決 那你就直接讀一行 怎麼樣 把它寫 直接怎麼樣 直接把它串在一起就好了 所以哦 S怎麼產 S先給它一個空字串 在FOR迴圈上面加一個S等於空的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是直接在print的下面 增加一個S等於S自己本身 在串接什麼呢 串接這個東西就好了 那特別注意哦 串接的話呢 你會發現哦 它這個原來是有一個換 所以其實 如果我假設直接拿這個 但是哦 其實因為那個什麼呢 CSV尾巴一定要有一個換行 剛好這邊也有一個換行 所以我乾脆這樣哦 我不要把圓 不用串一個 因為本來是要串一個換行 有沒有 之前跟各位講過 有一個串一個換行 但是這本身就有一個換行啦 你不用 你為什麼要清掉之後再加 那你乾脆就怎麼樣 這個就不用了嘛 OK 就這樣就OK了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把這個地方的那個 藍位名稱加上十個會員 有沒有 那全部把它串在這個S 串在S之後的話 那就把它寫到這個檔案裡面去 那我們來試試看哦 所以哦 如果我假設要讓那個 Excel能夠開啟的話 最簡單的解法 就是直接把它存成CSV 來試一下哦 這個地方執行一下 好 沒有錯誤訊息 那表示應該成功了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確認一下 在哪裡呢 在這個 C碟底下的 在這裡有沒有 我剛剛是把它寫到 同一層目錄底下 所以我的模組在這邊 那我把這個檔案寫在這裡 OK 打開看看好了 那目前的話就有一個 Member.csv產生 打開 有沒有發現 這邊的資料呢 就會被正確的寫到Excel了 所以啊 其實如果假設吧 你們沒有特別一定說指定一定要Excel的檔案的話 我是覺得 CSV是一個還蠻好的解決方法 為什麼 因為最簡單嘛 有沒有 應該各位可以看懂這個意思吧 上個禮拜其實有講到的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如何把什麼 把剛剛的這個 Member.tst 讀取之後呢 把它轉成CSV OK 所以我主要是寫了幾行程式而已 這個是第一個 這三行是必要的 這三行就是存檔用的 有沒有 先建一個Member.csv 把它write出去 然後再產生這個S 因為write裡面會需要一個變數 是S 然後這個S的產生就是先給它一個空的 再回圈裡面不斷的串接 把它串在這裡 把它串完之後寫出去 這樣子就完成了 OK 這個是寫CSV 應該是算最簡單的啦 你說 但是還有一種情況啦 當然你給人家CSV 如果還有人挑剔 不要啦 你讓CSV感覺還是不夠OK 你可不可以直接幫我存標準的Excel OK 其實怎麼樣存成標準Excel 其實以前有一種取巧方式 就是其實什麼事都沒做 只有把CSV副檔名改成XLSX 其實好像我記得以前是可以 但是現在我不確定 好像有出一點會把XLSX 有點像做假的 它明明是CSV 但是你副檔名存成XLSX 試一下看看 這可不可以過啊 如果可以過 那這個也是一個取巧方式啦 我記得以前有人這樣做過 有沒有 這邊就變成XLSX 打開看一下 會不會成功呢 不行 它變成說 它沒有辦法 因為你是CSV 可是你副檔名給XLSX 我記得啦 舊版的可以 但是現在好像2007以後不行 所以這一個就不行了 所以這不能用作假的 所以這個只能CSV啦 OK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CSV 好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說呢 你真的要把它變成一個Excel檔的話 那工程相對的就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 Python內建的這個函數裡面 它沒有提供轉換成 那個什麼Excel的這個功能 所以你就要去找外部的模組 外部的外掛 OK 那目前找到應該最簡單的 就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有提到啦 其實網路上十幾種一定有的 其中的話 我是覺得目前用來用去 應該我覺得最簡單的是這個 叫OpenPyXL的 這一個模組 應該算最簡單 但是它的使用方法的話 基本上你必須要裝 你要先確定有裝 然後再來的話呢 就是把它呼叫進來 然後再把資料寫進去 再存檔 其實就OK 所以在雲端上面有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在第十頁 其實你們可以亂看這個範本 範本就是從這邊 寫入範本 第十頁這邊有個寫入範本 你可以把這一段 有沒有 一二三 這三段乘四 你可以先Ctrl C 然後呢 你可以先開一個 Excel的Module 然後先開一個Module練習 貼上 反正就貼這裡 這個是呼叫那個模組 然後產生它的工作步 然後工作表 然後把資料寫到那個工作表 然後把它存檔 大概就是這幾個步驟 那中間的這個減號不要 把它拿掉 因為這個會產生錯誤 OK 把它貼 這個減號就對了 但是我把這個 雲端上的這個減號拿掉了 避免大家貼的時候貼翻錯誤 反正就把這個範本貼到 貼到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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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ython裡面 Run一下 不過Run的時候可能 我不確定啦 如果假設呢 你可以直接Run 那表示說呢 你電腦裡面實際上 就已經有這個模組了 可是如果假設你一Run之後 你發現它出現這個錯誤訊息 你發現它出現這個錯誤訊息 這個錯誤訊息可能要記一下 這個錯誤訊息就是Module 模組有沒有 Not the Fun Air 那是什麼意思呢 意思是說你這個外部還沒裝啦 所以等一下的話 如果假設要真的變成Excel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學會一個方式 請你把模組裝到你的Python環境 這個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假設你不會裝外掛的話 那即便有再多的外掛 你也不會用 那其實Python我覺得目前最厲害的一點 就是它有用不完的外掛 你把它掛上去 本來不行的都變可以了 本來不能純Excel的 掛一個外掛比較好的 所以你要知道哪個外掛 它的哪個方法可以做那件事情 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裡面外掛不外入就是什麼 Append Append就把資料放進去 Safe 有沒有 像這些Function 假設你會有外掛 那這件事情就搞定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實Python你也不要想說它 它其實有什麼 它最厲害我覺得就是這些外掛一堆 這個如果跟其他的程式語言比起來 哇 那簡直是徹底的大勝 因為其他的程式語言沒有這麼多外掛 你說老師如果其他語言沒有這麼多外掛怎麼辦 自己寫啊 所以以前沒有自己寫啊 要不然以前我們就是什麼 國外看有沒有人寫好的 去跟他買 有沒有 買來 然後呢 跟他授權 看怎麼授權 就拿來用 裝了就OK 但問題你要付錢 但是Python有好處就是 很多都是人家第三 等於是說有點是那個 自由軟體 它實際上是一種無償的貢獻 然後他寫好的把它放在這個網路上 但是他有個使用的虛值 就是你要尊重人家的智慧才安全 你用了人家的東西 你一定要提示一下 律本人生用了之後 還變你自己竊用人家的東西 不行 所以開放 有開放的好處啦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這個 待會的話 我們就要解決 如何把剛剛的這個範例 存成什麼 存成真正的Excel 而不是CSV 但CSV已經很厲害了 下一階段的話呢 就是如何 存Excel的步驟 但是存Excel的步驟 第一個關卡就是 你必須先把這個模組 把它裝起來 如何安裝 然後如何把它run起來 然後再把資料寫出去 這樣就OK了 試試看